7月22日至28日,台湾青年就业创业内蒙古研锡营活动在内蒙古自治区举办。 内蒙古自治区官方邀请十数位来自各行业的台湾青年创业者及部分高校在读学生参加,他们在呼和浩特市和鄂尔多斯市等地进行了参访。 来到内蒙古我除了以前印象中的大产业之外,更赞叹说这一次过来看到它无论在工业上还是在商业上,甚至到这个晚进晚落这一块的发展是非常的繁荣,这个是跟我以前的印象是非常不一样的。 所以说这次来看也是大开眼界,也是有收获满满。 在内蒙古期间,台湾青年们探访多家企业和产业园区,对当地生态修复、新型能源、科技应用、装备制造等多个产业进行了多方面了解。 同时还参观了当地著名的历史文化地标,对当地生态旅游产业和蒙古族传统文化有了初步认识。 作为青年创业者,他们对当地青年创业园区及民族特色产业也产生了很大兴趣。 我觉得内蒙古其实是对于我们创新创业,或者说我们之后的一些发展, 其实会有一些相对应的政策,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就其实我听完之后是想要来这边创业,因为其实我自己也是研究台湾原住民的一些文化跟历史跟舞蹈的方向, 其实结合一些文创的东西来这边发展,对于两岸可以交流之类的一个是非常好的概念。 在严习营总结座谈会上,参与本次活动的台湾青年从各自从事行业出发, 对于台湾青年在内蒙古地区就业创业前景及当地优惠政策进行了探讨。 内蒙古自治区官方表示,希望以本次活动为契机,吸引更多台湾青年人才前来就业创业。 我们欢迎更多的台湾青年来内蒙古追梦、祝梦、圆梦。 我们将继续以两岸同胞扶植为一规, 扎实推进两岸同胞交流合作、融合发展。 为台湾青年来内蒙古学习、就业、创业提供良好服务。 希望广大台湾同胞,特别是青年,抓住祖国大陆发展阶段的机遇, 成为两岸融合发展的实践者、贡献者和受益者。